大家晚上好 刚才所来的天天 你们相信吗 明确 明确的 都是来自新加坡 来自马来西亚 我们的准确 吃了这个产品 改善的才会上带脚发 对不对 对 跟我一样 在2008年 我听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的耳朵自动的关掉了 我也不懂为什么 人家跟我讲 直销 刚才有听 你们就讲 直销 不要跟我讲 只要人家跟我讲产品的话 我马上知道它是直销 对不对 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也不是中医师 我们也不是什么什么营养师 所以你卖产品的话 你就是直销 对不对 这个是一路来的 所以在2018年跟我讲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的耳朵自动的关掉 好像很厉害 因为直销不能做 好彩 两年够后 真的感恩的 来看我们的照片 你看 没有看过的 我的照片 这个是我十年前 自然是我的人 看到我十年前 如果十年前没有看到我的话 肯定他想 这个人已经不在世界了 因为真的很严重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46岁 十年前 今天56岁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里面 因为我现在27岁 就讲我的故事了 27岁的时候呢 我的样子是这样的 年轻 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左脚不灵活 没有感觉的 就是好像叫没有感觉 右手不能往后面去 一天到晚就要跑厕所 口渴就要喝水 然后呢 喝完的水呢 就去小便 一直小便 连身体越来越瘦 然后我觉得不对劲了 我去找医生 去检测 医生马上肯定讲 我做了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病有两种 有一行的二十个 我就是一行的 必须要打一刀 吃一顿饭 打一次 吃一顿打一次 从那天开始 医生过来讲 我每吃一顿饭都要打枕的 我就问他 我要打多久 他过来讲 打到你死为了 哦 没得选择 从那天开始就是打枕的 在我二十九岁的时候 我在创业 我开了一间店 就是手表店 很小店 小小的那个手表店 因为创业 从早上半点 我去上班 把我的店开 把我东西翻出来 再上手 可是天很晨 我做的生意太晚了 我的生意是没有停的 一直有人的 从早上开门到晚上是一点 钱一直在收的 那个时候呢 对钱带收的时候呢 我忘记一样东西 照顾我的生意了 因为医生过来讲 糖尿病不能吃甜的 要少吃多少 可是那个时候 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呢 我不理 我为了要赚钱 我没有照顾我的饮食 只要我肚子饿 我就买饭来吃 我一吃完了 糖分高 我就打症 就是这样 一间两间是无所谓 一年两年过后 我第一个发生 我的皮肤多色 当我的皮肤多色 当我唯一是汗饭 就拿药来擦 擦来擦去擦不好 不好呢 就越来越白 当我赚到钱的时候 我就找赚科医生 因为有钱嘛 想要好看一点点嘛 就找赚科医生去检查 那个赚科医生过来讲 这个皮肤是没的鱼的 那个叫做白电波 没的鱼 那医生讲没的鱼的话 就不用鱼了 还有什么鱼 我也不理他 为了什么 又在赚钱 另外一套鱼呢 另外一套鱼呢 这个时候 我另外一套鱼是 我的 家政之长 因为我不喜欢牌角 为什么 因为我的脸白白的 我的形象很难看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不理他 最主要负债有钱 这个是最主要的 好 我在这个年龄里面 已经开了蛮多件分行 我在2005年 就在另外一套鱼 2005年的时候 我赚到钱 我开了13间店 大概有50多个眼光 那个时候 我想要退休了 我慢慢来两床 去享受 要去 开啦 有空气钓鱼啦 打麻将啦 出国啦 旅行啦 因为赚到钱嘛 在2015年到2008年 三年多后 我就变成这样 这个事实在2008年 我看见我的左脚不能提高 手不能往后面 如果这个问题 你去找谁 当然去找中医 西医 推拿 证据那些 对不对 可是没有一个医生 可以解决我这个手和脚 那我去找什么 专科医生 我还记得阿周陪我去的 就是我的干儿子 去了那个 Brandford Hospital 找一个骨骼医生 最出名的骨骼医生 人家介绍的 去到那边 进去里面 找S1 找了S1 那边 花了两个小时 医生在看来看去 看不到东西 那 没得选择了 就 给我Sleepman那种 花了两千多块 我也没得选择了 连专科医生 没有办法 与我的手和脚 我也不理他了 有空振救 有空振救 买一个按摩 买一个电脑 就是这样的 没得选择了 因为没得选择了 在我这个年龄四十六岁的时候呢 我的鼻子很敏感 不能有风扇 不能有冷气 就是有冷气 有风扇就不行的 睡觉就好像包脚 包紧紧的 睡觉很怕冷 因为身体不冷 然后再下来看 你看我的鼻子都知道了 真的越来越白 白到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小丑这样的 心脏祝塞 不能在你们这样讲话 喘 心脏里面会喘 然后 每天要跑厕所 大家来 一天到晚 跑二十多次厕所 为什么 口渴喝水 水喝完了 叫找厕所 有时候你还要忍尿 在厕所里要去小便 对不对 一见的人就认得到我的身头坏 所以我的身体也坏 我胆固醇高 我尿酸 你看糖尿病 它是一个慢性杀手 它慢慢折磨你的 你一路以来 我只是服用药 尿酸的药 胆固醇的药 糖尿病的药 种种的问题 我一直在服用药 药是当做什么 当做饭吃 一直在找医生 中医 西医 推来按摩 什么医生 什么药草 人家讲到科医糖尿病的 都在我举办里 我花了几百钱 都没有一个医生 可以解决 我这个问题 我在2008年 人家跟我讲这个困难 我刚才讲了 我的耳朵龙的关注 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的眼睛 已经大问题了 所以那个时候 不理 一天外 你不要跟我讲 我根本都没兴趣 因为那时候跟我讲 一个老鼠 打断 打一只台盘树 那个老鼠 最好 一个牛吃台盘 跟我讲这个产品 3688 谁会听 我相信你们都不会听 对不对 那个都没眼看 两年过后 2010年 然后 当我要 我去医疗我的眼睛的时候 2008年 我医疗我的眼睛的时候 你先做什么 打针在我的眼睛啊 雷射啊 都没办法解决我的眼睛 我花了两年时间 医生跟我讲什么 其实 我去看了 两个医生 医生跟我讲要懂手术 把这个眼睛 不懂做什么手术了 那我就问医生 这个机会有多高 他跟我讲5050 完全 我听完的时候 完全 5050哦 为什么我会怕 因为我的家族 都是有糖尿病的 我的姨妈 我的妈妈 我的女儿 包括我 我们家族都 大多数都有糖尿病 而且 也是死在糖尿病 我妈 也是跟我的情形 一模一样 到最后眼睛 去 当眼睛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去了 眼科医生 动了手术出来 我妈眼睛就下来了 在我的眼里 已经有明确的一个见证 对不对 你叫我去动手术的话 我跟你讲 没有什么分别的 因为糖尿病 路了就是这样 我有的选择吗 我根本都没有选择 我很感恩天 给我一个机会 我这个领导人 这是我们的奥巴胺 拿了同样的产品 来找我 来找我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为什么我还没影响呢 因为他给我看的见证 就像刚才你们看的那个见证 你看过的见证 你感觉到 哇 好像可以 对不对 那我是当做什么 死马当破卖 因为没得选择的嘛 反正他讲 这个又不是药 哎 你送给我是 随便啦 买就不可以啦 送不可以啦 我就拿了 叫我早晚哪里 早上哪里 做我哪里 那个时候我吃的是第三摊 早上哪里 做我哪里 我单单吃了四天 那四天过后呢 我回家 我房间门开 我一去去房间 我的亲爱的太太 眼睛特别大力那天 等着我 看着我 你去了哪里 你做了什么 你去给女孩子洗点 你很喜欢给女孩子活 为什么他讲的 因为我们的天 对面都是那些美容室啊 他以为我去给人家洗脸 原来我的脸色 X X X 你看 不是好看一点点 比如讲今天 是你的老婆 她看到你的花脸 她在花脸椅 哦 把你看我的样子 多么老实 哈哈 所以那个时候 我来想一下 哦 应该是阿伯给我吃了 那个路太饭吃 当我一讲到路太饭吃的话 我的太太一讲 老公 是蛮好看的 给女孩子 他一讲这样的话的话 我在那边 试考一下 诶是哦 这四天里面 我也感觉到好像不一样 因为你自己很有感觉的嘛 一直在做的话 当你有一点点的感觉 你会感觉到 诶 好像是 所以我的太太就支持我 马来生 那个时候我才看 跳那个药包 来买那个3688 3688 是一套 它是有七瓶 对不对 同样的以前都是一样的 也是3688 我吃的是第三代 我买了一套 它可以吃六个月 可是那个时候 我不是这样子 我真的 我很大量的帮在嘴巴里面吃 我一感觉到我的眼睛不舒服 我吞多了两粒 多一个小时 我的眼睛不舒服 我吞多了两粒 我一天可以吞多十多粒 十六粒 十八粒 为什么 我真的很辛苦的那个眼睛 因为你感觉到很不舒服 会流眼泪 所以当我吃了两粒 我感觉到可以 我吃了两粒 我吃了两粒 我一个月 整个粒子吃完了 不是钱的问题 也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对 那个时候第二个月 我再买到一套 我再买来吃 我 我在吃下去的时候 我越吃越健康 我吃了第三个月 我的电话就响了 那个Message就来了 跟我讲某某的这一套 要进 扶整那个衣服在那边去 我真的没有去 我不敢去 我怕 第一 我也不想帮我这个鲜 我感觉这个产品可以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去 第四个月 第五个月 第八个月 我吃了五个鲜 五个鲜过后呢 Next 这个是什么 我吃了八个月的时候呢 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吃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 我没有去听课啊 我这个人是吃的 我不是做的 我完全没有细心去 去听什么什么 我吃了什么 FVA New Skin Herbalife 什么都好 我从来没有去听过 什么酸喝 凌脂啊 花粉啊 我只是吃的人 我不做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完全不懂我在吃什么 我只是吃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八个月 我到今天 已经差不多要七年了 我的眼睛还加上 我还可以加上给他们 我应该过去 我都可以 我等他上去 他自己家才是下雨 这证明我的远镜还在 对不对 对 这个是已经给了 这个过程中里面八个月 我听完了那个 美大人跟我讲 弟弟 来来去公司听一听 这个产品的说明 我的老板在那边 我根本都没有兴趣 你不要找我 你找我的那个太太 他跟我太太很熟 他就问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大一号 两天过后 老板在文里那个 这个你玩的时候 没办法 那个时候是一人解释 4月1号 那个时候呢 我就没办法 老婆要去 老婆一定要在那去 去到那边 我还在压压的 老板十点开我才不管他 慢慢十点半才到 然后难道肚子饿啊 去买咖啡还买包式 我还不理他 进到里面 我还坐在后面后面 就好像今天你们第一次来 我就坐在后面 我根本的耳朵才要关起来 可是那个麦克风比较大声 开了你们 没有办法 你还是要听进去 我听了说都看这个 诶 可能有道理 有道理 刚才你听的那个产品好不好 好 刚才那个过程中讲到 我听到这个产品什么 我当然提出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听进去 当我听进去的话 关我什么批事 都不看我的事 对不对 我都不想要做的嘛 我完全没兴趣 他讲了第二句话 这是第二句话 是记得我 他讲 如果你们试着这个产品这样的话 你们不要后悔 就是说 你要跟人家分享 你要跟你最亲的人分享 如果你没有分享的话 你会感觉到很后悔 他讲 因为我就是后悔 老板讲啊 我后悔的意思是说 我有好的产品 我有一个阿姨她的脚烂 我没有办法去顺顾她 我感觉到我很后悔 为什么 没有真正的经理 很认真的跟她走 所以她讲到 我吃了这个产品 我没有给我妈妈吃的 我没有给我的业务吃的 我一路要死了 我妈妈也是很严重的 因为我不懂啊 所以我不懂 我就不会介绍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健身会 有番局 为什么 我希望大家来到的时候 听到一些消息 听完的时候 要买不要买 是个人的问题 对不对 要买不要买自己看 如果你今天看得到 这个产品这样好的话 真的 不可以自私 所以那个时候她讲到我 那个时候我就 用了钱 买了十套 买了十套 买了十套回去 店里面 我还记得阿舅跟我讲 等一下你去的时候 不要听这些老婆讲话 那个老千不可以听的 你去那边听完了 就没了 我去那边买了十套回来 我跟你讲阿舅的眼睛 比我的老婆的眼睛 更加大力 眼睛大大力 我都跟你讲 不要买了 你买 我们不是卖药的 我们是卖手表 我们是卖手底的 我不理他 我什么都不理 我叫我Kelvin 去买一个电视机 那个dyspager chain 就是那个 Dr.Liu想讲的 那个OPP的两块 就是从那边开始 阿舅是被逼而做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这样 开始 我 义我妈妈 我业务 我身边所有的经济 我全部走到 我听话叫做 我全部走到晚 我不要后悔 我走到晚的时候 我就分享 要吃就吃 不要吃也算 你要我就送给你吃 我就是这样 一直走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一个见证 在我的眼里里面 哇 我看到真的很神奇 我妈不能站了 可以站起来 我的业务要死的 活动动 哈哈哈哈 这个是个人看到的 Hanjulie 这些会做例外的人 都一样 最会做例外的人 因为 你自己体验这个产品 你看到你身边 你的妈 你的谁吃得好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越来越不一样 对不对 你才会做努力的 这个是为什么 你没讲庞大 因为差别会说 对不对 这是重点 所以 八个月我吃好了 那个时候 根本都不会做的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这位领导人 你看以前就是我的见证 以前呢 我不会做的 我只是哪一个摊会里面呢 那个时候 不会做的时候呢 没有人交 我们只会买 买对不对 买出去赚到钱 又在买 买出去就在 哇 短短的七个月里面 可以赚200钱 四个月赚200钱 OK吗 OK吗 我要给资金 要给员工 然后利路越来越保 对不对 因为淘宝的关系 没有赚地雷 OK 所以那个老板来找我 我说他跟我讲 对不对 生意好不好啊 不然我还要走 不用吃饭 他也知道我们的业绩好 对不对 那时候他来找我 特地讲讲走过我那边 因为老板来的 就狠狠 这个是 我讲的OK 所以他跟我讲 他也知道我们的业绩 老板哪里就知道我们的业绩 对不对 老板哪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账里面吗 可以说这样多钱 他来影响我 他跟我讲 如果一个月可以赚200钱 你要不要 还是你要觉得 是一个月赚200钱 你才好 当然是一个月赚200钱 对不对 新加坡钱 可以200钱 如果你要赚的话 你要赚 这个行业 就是团队的行业 所以我听完的时候 我听了也有道理啊 我没有给助金 我没有给员工 如果今天我跟一位的话 我要跟谁 我要跟最聪明的人 对不对 来跟一个最聪明的人 来打嘛 对不对 所以我听话讲说 我就把店收 next 这个字数 我在2012年 投入立位 我卖的是第四代 那个时候我正做立位的时候呢 我很认真的 跟着立位的一步一脚印去创造 其实立位讲什么 我做什么 立位讲什么 我做什么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店 跟立位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海帽的店 然后我们的拍摄 什么东西 都模仿到一模一样 包括阿周的谈访 都跟立位一模一样 有没有 有 这个就是一个复制的行业 所以我们听话叫做 所以很快 我们就赚到我们要的钱 对不对 有一个独立是要讲哈海的 可以叫老师来师 这个行业 就是简单做 天天做 对不对 我们不要去什么 想办法 用捷径这样 不用的 就是跟着这个方法 听话叫做 学产品 好 跟人家分享 然后呢 学长讲那个制度 为什么会 这个公司会赚钱 然后呢 提案 就是说会卖 会议 我们要明天有什么会议 明天有一个老板 讲的那个 领袖 那个匹区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参加 包括今天的见证会 如果你们可以跟着这个方法来的话 你带人来 人家一听话的时候呢 他想要 赚这个钱啊 这样好赚 对不对 当然 如果这个产品好的话 我们没有利润 关我们什么屁事 利润给你多少个利润 65到70%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是老板 你买了一个货 你如果要买一个产品 跟利润一模一样 这样好的产品 你必须把那个货 运过来这里 对不对 要拿一个店 然后呢 准你的货 然后呢 请员工来卖掉 来赚紧高达70% 对不对 你要花这么多心事 利润一 是不是要我们要去救 不用 然后利润一是第一代到第六代的 可能会来第七代吗 对 希望你们出钱来去研究 不用吧 利润一研究成功 我们就赚钱 对不对 现在那个六月 利润一宣布的那个第六代 小弟我三十七 整公卖了三万套 你算一下 但是我卖了三万套 我会有环境 三十七 卖了三万套 请问一下 你用高达三万套 除以十万八八八 哇 我不总讲 设到高达那边爆掉 对不对 那个是因为利润一来的 第六代 简单的 如果他来第七代 我真的是败账 快点来第七代 因为我是去抓这领导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团队的话 你们快点 把人找回来 他可能会来这个第七代的 迟早有一天的 当他来到第七代的话 你只要多少 那个 你的伙伴 你就有多少套 肯定吗 肯定 所以今天 这个利润 是给我们赚钱的 他不是给我们什么 我们是赚家产的 今天 利润在 在充满 201几年都还没开始 如果12月 那个我们新加坡的那个 那个 Nester Stadium 爆满 六到七万人的话 你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吗 我跟你讲 我们就赚大钱 可以吗 其实今天 很多领导人 已经赚钱再钱了 所以今天大家来 也想要知道 今天利润 我们可以拿到什么 可以拿到你的健康 对不对 健康重要吗 健康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 再多钱在前面 你 再多钱给你的好 你就没得用 对不对 就好像以前的 病到这样 前面有一桶金 我都挖不到了 为什么 整个病 好彩 这一类的产品 试着我的健康好 今天那桶金 我已经拿到了 今天我希望大家 也可以拿到这桶金 它的话叫做 茶品 不用怀疑 十年了 对不对 刚才已经看到了 所以今天如果茶品好的话 没有利润的话 也不怕我们的事 利润今天给你们 60到70% 所以你们要珍惜 今天 这一位给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 对待这些公司 今天我们就 下来 顶线 如果你们真的认真的话 让你 以前我们做的很辛苦 今天你们太好命了 不是在这里 明天你去那个厂 你看老板 以前他们是怎样开始的 以前呢 今天 太夫妻了 对不对 见证有 会场有 领导人 什么都知识 都不会的 只要你们 只要会带来建立 一起来把这个 这个事业做好 简单 会带人来吗 只要你会带人来 因为你今天你不会 你带人来 同样的 我们才来学习 你的OPP 你的Marketing 这是这样简单的 那 你要赚多少钱 看你的努力了 你看我努力吗 我很认真 我很努力 今天我做事人物的话 我做 独立事长的话 是应该的 对不对 今天掌声也是一样的 他也是很勤劳 今天他做事人物的话 他加大事的话 是应该的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人只能来一次 如果来一次的话 用两年的时间 把他做好他 我肯定 担保了 你们100%赚钱 随便你们来多 保重 烂了 我的故事已经烂了 已经讲到烂了 可是今天还是会讲 因为 这个产品救了我的命 我希望把这个行业 这个证词 传给全世界 要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认真 因为 这个产品救了我的命 今天 今天 我是今天公司 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以前 在台下里面都不会讲话的 因为这个产品 和公司的交易 把我人生改变 包括我今天很开心 我三个女儿 我三个女儿都已经在我的里面 以前我的女儿不是 因为他们还想 他们不是设想二十多岁 他听不清今天 他不喜欢做 今天因为是被影响 影响到我的女儿看到我们的成长 感觉到好像这个立威可以 来接触着这个立威 这几个毕业里面 我跟你讲 我感觉到 我很幸福了 因为我现在 我们吃饭在一起 都可以讲同样的话题 以前我们讲这个 他就跟你讲保险 你这样讲 爸爸放工了 不要讲这些 讲别的事情 我现在呢 就坐在来 你谈的跟我谈 刚才我Covid这个干什么 我很开心啊 因为什么 一家人 对不对 我希望你们的家人 都可以参与立威 所以我的分享给大家这里 我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